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务员 我们这儿能带点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小朋友也不是故意的 没事啊 这怎么办啊 那去等一下吧 这个您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们这次的比较像表 你等我一下 我这儿就把衣服给你送来 我去吧 这个衣服还给你 开 开 谢谢了 你是砍价师吧 这是我的名片 刚好我想向你咨询一下 你们砍价师 买房子能砍价吗 如果你真的想 你怎么来了 哲宁 你作为利和资本的高级财务顾问 你们公司要收购长盛的事 你该清楚 我确实从侧面听到一些 收购的消息 不过刚从国外调回来 具体的案子还没接触 不太清楚 你放心吧 这个项目我会保持距离的 我也不想 让我们之间的关系 变得这么尴尬 你和麒麟很熟吗 你好像对她的事 很感兴趣 咱们中学的小提琴老师 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后天是她老人家六十岁大寿 我想去看看她 你有时间吗 去啊 为什么不去啊 正好趁这个机会 和夏小姐分开两天 要不然两个人 天天腻腻在一块 一个人去啊 跟麒麟 我真不应该批给你的 但是看到你平时工作 还算勤勉的份上 去吧 吃你酸酸的 一想到他们在一起 是不是又抓心脑干地 睡不着觉 我们今天过来 是专门要给您过生日的 生日 那你们记错了 我是后天过生日 后天 对啊 不好意思啊 怪我记错时间了 没事 我现在很想知道夏小姐的消息 那我又不能找她 所以 你去看看她在干吗 盛总啊 她去外地了 那你今天过来 找她有什么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急事 就是挺长时间没看到她 想过来看看 麒麟 你认识吗 麒麟啊 我听盛总说过 他们俩认识很久 应该算是青梅竹马吧 你们盛总 就是跟麒麟去外地工作了 你说这两个人出差 万一就想谈恋爱了呢 这也说不准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 你还不清不楚地 跟人住在一起了你啊 我还不是你说的吗 闲之前那个窗窗窗窗效果不好 就给你换了 现在也怪可怜的 工作也没了 谁知道你会在我家 这不长时间啊 不出意外的话 三个月之后 他们就会把我请回去 你这出个料子呢 算这么转啊 走着瞧了 夏浅 妈 怎么了 你俩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沐小妍都告诉我了 说她是假扮的 夏浅你倒真可以啊 我这么着急你的终身大事 你倒找个人来假扮 你还不清不楚地跟人住在一起了你啊 是啊 我之前是骗你 是瞒着你 但我现在还剩她了 真正您就是我男朋友 自己在哪里 又是什么 你俩我怎么一下 她也叫她 我是个女生 您对她的男生 以后 detect男生 她的女生 她也感到别人 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啊 这个样子 我明天怎么面对她 站住 怎么了 昨晚的事 没有个说法吗 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被逼无奈呀 谁逼你了 我 我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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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错了 是我亲博无礼 是我占您的便宜了 行吧 你想怎么补偿我呀 补偿 你想要什么补偿啊 你想要什么补偿啊 要什么 你别过分啊 紧张什么 没紧张啊 你是不是以为我要亲回来啊 你是不是以为我要亲回来啊 废话 不然呢 你突然靠我这么近 但我上 再来个这些东西 谢了 网上 我想吃点好的 算是你对我的补偿吗 好 没问题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小盛 我们夏浅的男朋友 长盛酒店的总经理 阿姨 来来来来 喝鸡汤 好 我爸 爸 浅浅 让小盛晚点上班 我给你们带的鸡汤过来 要给我们俩来送鸡汤喝 别吃了 这样 你先下楼 你去公司 我完整下去了 为什么 鸡汤我可以喝啊 你醒醒 在我妈面前演戏还没演够啊 你快点 她太啰嗦了 收拾收拾 别吃了 不 我要喝鸡汤 盛宁 浅浅 浅浅 你在吗 浅浅 浅浅 我去吧 浅浅 干什么 浅浅 浅浅 你在吗 怎么了 我换衣服呢 我给你送这个月的财务报表来 这样吧 你帮我留下办公室 我一会儿下去看 浅浅 浅浅 你没事吧 我怎么听见有男人的声音啊 看这一剧呢 那我去吧